江西是什么样子的? 初到江西,是不识真面目,只在此山中。 再到江西,感叹五华天堡,人节地灵。 三到江西,发现踏遍青山人未老,风景这边独好。 无论近看,还是眼眺,我看到的江西,总是青山寒笑,流水墨墨的样子。 千山千姿,无一不是大自然精心雕刻的杰作。 千水千转,无一不是江南女子般的温柔与婉约。 一路看,一路养眼,世界自然遗产,世界文化景观。 世界地质公园,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,全球重要湿地。 每一顶世界级桂冠的下面,都有着与之绝配的山水颜值。 爬上山巾,惊叹云中也有草原,白雪纷飞,原来庐山也美在龙东。 一叶小粥,小洞一池星河,一片花田,唤醒梦里老家。 无论入耳还是入心,我听到的江西,总是生动九天,洋洋银耳的样子。 难得一见的自然界精灵,钟爱于这片浮地,浅畅低营。 而来自地球北方的鸟儿们,则会在冬天造访,汇聚成自然界最大的鸟类合唱团,用歌声直达云霄。 一路听,一路心醉,寺庙里的城中,天师府的祈福,书院中的吟诵,都撞响了千年的历史,回荡在无数人的心灵中。 如梦塞话,一曲牡丹亭,唱尽了中国人对爱情最浪漫的想象。 无论熟悉还是陌生,我触摸到的江西,总是温暖而锦绣的样子。 我触摸那粉墙带瓦,那是真正从诗词中走出的小桥流水人家。 我触摸那河口红茶,那是四百年前欧洲皇室的砖宫。 我触摸那金花瓷瓶,那是无数西方人飘洋过海,寻找的China。 我触摸那神秘的东方古城堡,那是客家人特有的家园。 一路触摸,一路感叹,山有灵,便有了水浒开篇。 水有韵,便有了琵琶叶曲。 树有根,便有了文贤无数。 夜有情,便有了余味无穷。 从千年历史到百年风云,在山林间,在河水畔,在井水中,在文章里, 一群信仰者在百年前留下的奋斗足迹,直到今天依然触及我们的灵魂。 每一次触摸,都是与历史的对话。 每一次触摸,都是与文化的交集。 看见江西,听见江西,触摸江西。 那些山水与建筑交织,灵秀与文华交融,历史与未来交响,就是它的样子。 这样的江西,你喜欢吗?